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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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保养品 然后在妆前呢 用一个控油型的那个妆前乳 或者说是就是勤加补妆 然后你用的那个底妆产品呢 也尽量选择就是持久型的底妆产品 这样呢 会对化妆容妆和暗沉呢 有一定的帮助 暗沉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有可能你的色号选择的不对 所以说一定要选择和自己肤色相近的粉底液 这些太白或者是太暗的颜色的粉底液呢 都会都容易造成这个底妆的这个暗沉 第三个问题呢 是希望妆感不重呢 同时遮瑕力又好 那希望妆感不重呢 就使用一些轻薄类型的就是底妆产品 就例如我介绍过的那款兰蔻7.2cc霜 那如果有一些瑕疵呢 可以就是使用遮瑕膏来重点遮瑕 那这样呢 这个底妆产品呢 就 那这样呢 你的整个底妆呢 就会就不会显得那么厚重 就不像好像脸上糊了一层那个 糊了好几层东西一样 那如果就是说 在妆后呢 就是因为前面的一些手法不得大 或者是底妆产品使用多了后 就是在妆后看起来妆感有点重呢 那在这里呢 告诉大家我平常的一个小窍门吧 就是使用那个喷雾 就是什么喷雾都可以 就像是那个科大利他们家那个大葡萄水啊 或者说是定妆喷雾都可以 在全脸喷 然后呢 拿一张那个咱们那个干净的纸巾呢 然后在脸上轻轻的把这些水按掉 再把水按掉的同时呢 它也 这些水珠呢 也会把你的这个厚重的底妆呢 也同时带走 就是这个方法还 就是既不会破坏你的妆感 那同时也会让你的妆感变得比较轻薄一些 第四题呢 就是说上妆步骤 那我觉得这个上妆步骤呢 其实没有特定的模式 每个人都不同 只要是自己喜欢的 按自己喜欢的这个步骤来就可以 那像我呢 就是先是primer 然后是遮瑕膏 然后是粉底 然后是散粉 画眉毛 眼妆 然后上腮红 修容 最后是嘴 上唇 唇部的产品 那像有一些人呢 他尤其说是化这个烟熏妆的时候 因为妆感比较重 而且怕眼影有非粉啊什么的 他就会先化眼妆 化完眼妆以后再上这个底妆 那这种也可以 那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就是按大家的喜好自己来 那第五题呢 说是粉底液和BB霜的选择 还有就是说这个底妆产品会不会伤害皮肤 粉底液和BB霜的选择 我个人更偏向于使用粉底液 因为我觉得粉底液它不是很容易暗沉 我觉得BB霜特别容易暗沉 尤其是在我的脸上 有可能是因为BB霜它的这个色号比较少一些 所以选择的就是那个色号不可能就是太接近的肤色 那就是 但是呢也有一些好用的BB霜 这就看个人的喜好吧 就是建议大家选择底妆产品呢 还是 尤其是你要新买一款 新上市的或者是以前没有用过的这个底妆产品 最好是靠贵室 试完以后再决定你买不买 嗯 还有有人说问我就是这个底妆产品会不会伤害皮肤 我个人觉得是不会的 就是 嗯 我去年冒痘特别严重 那时候呢 我就想过有可能是化妆导致我的皮肤 伤害皮肤 但是呢 我依然没有停止化妆吧 那今年呢 我的这个皮肤状况就好了很多很多 就是偶尔的 因为熬夜啊什么的 或者是一抹妻就冒几颗痘 那 我觉得我皮肤从一个以前相对来说不好的状况变到了一个到现在来说相对好的状况 那在此之间呢 我没有停用我的任何这个化妆品 我觉得化妆品是不会伤害皮肤的 那 而且呢 现在呢 也没有说是科学呃 证明就是 就是这个底妆品会伤害你的皮肤的 那 好 下一题是上妆的手法或者是工具 那上妆工具呢 现在一般有海绵 有刷子 还有一种是用手 那我个人呢 更偏向的是用刷子和海绵上妆 我基本上是不用手上妆的 除非说是特别着急的时候才会用手上妆 我觉得用手上完妆的那种妆感 我不太喜欢 嗯 所以 呃 这也当然看个人的这个爱好吧 有的人觉得手上妆比较服帖啊什么的 那还有就是说问我粉底色号的选择 粉底色号选择 那现在 呃 网络也这么发达 就大家可以在网上做功课 就是有很多的功课帖嘛 色号选择 那我还是建议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 还是靠柜去试 试颜色 嗯 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现在色号不是分那个黄调和白调嘛 还有中性调 然后 呃 什么黄调100 黄调200 粉调100 粉调200 这种的分的太细了 所以呢 建议大家还是有能力和有条件的话 还是靠柜试 就是哪怕你就是靠柜试完以后你不买 然后回来再找代购 为了便宜完再找代购 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 哈哈哈 虽然这个有点那个不太好意思吧 然后下面呢就是眼妆了 眼妆的一些问题 呃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眼影显得脏 那眼影显得脏呢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说 嗯 第一个是眼影的这种颜色没有选择好 像我们亚洲人呢还是比较适合这种大地色的这种比较偏暖色调的颜色 那如果你非要用那种灰色呀 呃 紫色这种冷色调的颜色 我觉得还是呃 很多人还是驾驭不了的 就会显得眼影很脏 那 呃 其次呢就是说 显得眼影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呃 你没有晕染好 就是好像它在那一块 就是这个也不太好看 所以说 呃 眼影颜色的选择和这个呃 眼影的晕染呢 呃 都是很重要的 呃 然后呢 说是呃 眼线的画法 那 呃 我不能说我是一个眼线老手吧 但是我也已经画了一年的眼线了 虽然不至于天天画吧 但是也是经常画眼线 那到现在呢 我画眼线依然是分段画 就是先画好那眼线 然后把 呃 把后面的这一个先画好 就是先把它的轮廓固定好 然后再补前面的 如果你没有一次成型的那种能力 还是建议大家分段去画 呃 这样出错的几率比较小 而且就算出错了呢 改的时候也比较好改 因为它是一段一段的嘛 那还有就是眼线呢 就是说 我也是尝试了很多种眼线以后呢 才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就是 我觉得整体来说 对我的整个人的形象来说 比较符合也比较好看的一款眼线 那眼线呢 网上有 就是 微博上有很多那种教程嘛 就是眼线的各种画法嘛 就是大家可以没事干在家 就是多画一遍 看看哪一种最好看嘛 那下一题说是眼妆容易晕染 那眼妆容易晕染呢 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首先呢 眼霜选择不要太油腻的 呃 其次呢 使用眼影打底膏 呃 然后呢 就是选择那种眼影膏啊 眼影棒这种持久力比较好的眼影 那这样的话 呃 就是眼妆应该就相对来说 没有以前晕得那么厉害 呃 那还有就是说 像睫毛膏啊 眼线这些呢 就可以使用这种防水型的产品 那呃 防水型的产品就会对这个眼妆的晕染呢 有很好的帮助 下一个问题说是眼睛肿的眼妆 那其实我个人虽然不是那种很肿的眼睛 但是因为常年戴眼镜嘛 就这个眼睛其实还是有一些往处凸的 还是有一点肿的感觉的 那呃 眼睛容易肿的妹子呢 画眼影 千万千万不要超过双眼皮折 那单眼皮妹子就说啦 我没有双眼皮折 就是你睁开眼睛可以看到的范围 千万不要超过你睁开眼睛 就是 就是在你这个 呃 睁眼闭眼的这个范围之间就可以了 要超也只要超一点点 只是一点点而已 那或者就是说 你自己去技术好的话 画个假眼窝 我是没有那个技术 我 我尝试过很多次自己去画假眼窝 但是最后我出来都感觉很别扭了 所以还是没有那个技术 所以说我画眼影一般只是画在双眼皮折内 那单眼皮的妹子呢 就是把它画在你睁眼和闭眼之间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虽然说是让你的眼影不是很明显 但是呢 呃 它给别人的一种视觉效果还是有一种深邃的感觉的 呃 大家 我觉得画眼影呢 不要太追求那个 就是非要让大家看到颜色 那我们化妆呢 只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好而已 那如果一个眼影 虽然别人就是看不到太多的内容吧 但是能让你看起来你的眼神更深邃 我觉得这就OK了 这就够了 好 那下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呃 内眼线 内眼线呢 有很多妹子说内眼线的画法 还有说内眼线的这个 呃 不会画什么的 我画内眼线呢 我就是初级的时候 我一开始也不会画内眼线的时候 我怎么画 呃 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假如说这个是镜子 我测过来 就假如说这个是镜子 呃 镜子一般呢 是正对50 呃 90 就是正对着你 一般是和桌面呈90度角呢 呃 让你去这个 呃 就是咱们一般化妆 但是如果画内眼线的时候 我会把镜子调整到这个位置 就是你 你向下看 就是向下看的时候 正好能让 能从镜子能 能看到自己的内眼线的部分 然后我就拿笔这样 苗 呃 我 我特别就是推荐这个 呃 就是初学者呢 这样画 那慢慢慢慢呢 就是大家画的 就是掌握了以后呢 大家就可以这样翻起眼皮画 因为如果一开始呢 你就翻起眼皮画的话 有可能会画的偏离 然后呢 就经常容易形成熊猫眼 就把那个颜色就晕下来了 然后呢 还有就是内眼线呢 建议大家还是使用一些笔心比较软 然后用防晕染的眼线比这样画 呃 比心比较软呢 是不太容易刺激眼睛 那防晕染呢 因为是 呃 你像它的 呃 英语都是waterline 就是说 肯定是特别容易遇到这个眼了呀 什么的 还是说用个防晕染的比较好 那最后一个问题呢 就是关于眉毛 呃 有很多妹子说眉毛画不好 那我觉得首先呢 画眉毛最重要的就是修眉 如果你把眉修好了以后 你画眉毛真的是会事半功倍 我以前呢 就是 我明白大家的感受就是 刚开始都不舍得去把自己的眉毛剃掉 那我刚开始也不舍得剃自己的眉毛 呃 但是后来呢 就是 经过好几次失手以后 自己的眉毛是越剃越少 但是同样呢 在这个眉毛的呃 呃 画上面呢 节省的时间和精力也是 也是很多的 所以说 最好大家还是先去修眉 如果呢 呃 呃 自己不会修眉的话呢 就去一个专业一点的地方呢 让它帮你 帮你把眉毛修出来 以后你就按着那个轮廓去修 嗯 然后呢 就是 画眉毛 我画眉毛呢 一般用的有眉笔 眉粉 眉 染眉膏 呃 我想过段时间如果有机会的话 会尝试一下这个 呃 眉膠 呃 就是说 我一般呢 先是用眉笔去打个轮廓 然后打个底 用那个眉粉呢 去把颜色再饱和一下 然后用染眉膏改变眉毛的颜色 呃 如果我像我今天这样头发放下来呢 我还会加这个液体眉笔 它因为它的那个 防 就是防止眉毛脱妆的能力比较强 呃 还有个就是说 画眉毛真的很看人品的 而且你一定要多加练习 呃 就是 就算你不出门 今天什么都不画 也要画眉毛 这样的话 慢慢每天练习 每天练习 每天练习 在我有时候画眉毛也是很那个 也有时候会画高低眉啊 粗细不一样啊 等等等等的 所以说 呃 想画好眉毛呢 首先修眉 然后勤加练习 最后看人品 好吧 那 啊 这支视频终于说完了 呃 不知道大家听我啰嗦的有没有烦呢 那 呃 那希望呢 今天的这支视频呢 对大家有帮助 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咯 拜拜 不需要再做一点 那我们下支视频 不需要再做今天的视频 就会把这支视频 点字幕品牌 不需要再做 但是应该能复权 也有点抱貌 不需要再说 那么可以 来点itor